布里町公訴基盤農業加年華 提供多黨邀請農民和社区 拜登消息在地的特色農產品 並且邀請總補塞和頂著了解 進行一張獨立PK 這次選團 布里特色農產品立裁美美更好吃 公訴當時伴中標榮 今年在到金白農村的主要選社区 和土米休憩農業區 我們是請請理長代表接受嗎 農業這個活動中 頂公訴標榮今年在到金白農村公園的主要選社区 和土米休憲農業區 因此保利農村和農業最好的一面 完全表現出來 我們社區的特色 我們會一一的現在的推廣到 繳白筍 第二個我們會天山咖啡 咖啡會一一的逐步的把它推廣出去 那這些農民他非常願意 願意配合社區來為他們來做這些事情 我們很認真在做所謂的一個地產地銷 我們在地生產在地消費在地行銷 然後這時候的話我們讓遊客 直接透過我們的農事體驗 不管是體驗 角白筍 百香果 或者是其他的農產品 讓我們的農夫的產品直接行銷到我們遊客手上 讓很多遊客接觸到我們最新鮮最好的在地農產 同時呢 我們也在努力的去把一些架工品也帶進來 去做研發 讓大家可以帶更多的伴手禮回家 保理在我們下跪的草藥區 可以說高山的草藥 剛才說有在地在外 還有結合我們仁愛鄉高山的農產品 而且我們的新種農業 可以說發展到非常成功 包括蟒蜜的 包括我們有機無毒 這些新鮮的草藥 就是這樣 上公所基盤農業加年法推廣多年 搖車在內國社區 農產業界百搭消息的農產品 跟農產加工産品 展現保理農業的精華 我覺得鎮長拿鍋材已經很厲害了 公所搖車餐廳中曝塞 跟頂上料理時進行一張多月PK 用保理卡白筍料理卡白筍米粉 就出推銷保理農產品日菜 美美又更可靠 澳年澳一的農業加年法會 就是要來行銷我們保理農產品 我們要推廣我們最好的蔬菜箱 就是說最新鮮最好的蔬菜 可以透過宅配 可以行銷到我們全國 各家府 可以透過這個農業加年法會 把我們保理最好的蔬菜箱 行銷出來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也做了三件事 一個是把這裡租下來 第二個是有青傘大使鋪力 來推廣 第三個是建立數位平台 我感覺農產品的行銷 每個人都是最佳的推銷員 希望大家看到的朋友 可以來介紹南島的農產品 主辦單位限定 也可以算含量一百分 一百塊的貸用金 鼓勵參加民眾擁有消費 算買保理最有特色的農產品 消費抹一千五百塊 要掌上一項蔬菜箱 既然要掌上一項蔬菜箱 報告